哦 40萬劑 所以就是說你就看到中國今天疫情 它的封城封到那麼大 甚至叫大家就地過年 不符合比例原則 也就表示說它的黑數是非常非常的大 那麼這個黑數的大 就源於上面要做蔑子工程 習近平說我這是抗議啊史詩啊 史詩怎麼可以自打嘴呢 所以就是這個消息要蓋得延時一點 那底下呢為了要做業績 你如果城裡頭爆發很多事情怎麼辦呢 官員的屋商要摘掉的嘛 所以屋的密不透風嘛 那下面的人呢 萬一我感染了我要被歧視啊 我可能不知道怎麼被對待 所以我能鑽就鑽 能逃就逃 能不被歧視就不被歧視 我能隱瞞就隱瞞 這也是就是今天中國的疫情 嚴重至此很重要的原因 再來關心美中台三方關係的最新發展 那美國川普政府呢即將卸任 一份關於美國印太戰略國家安全檔案曝光了 這是澳洲廣播公司提前取得解密的資料 那內容呢就提到了 他說呢這是在2018年初呢 經由川普背書列為機密不公開的 那美國把台灣視為第一島鏈的夥伴 保衛第一島鏈等國家呢也是印太戰略一部分 那美國不會從印太彈出只會加碼喔 那因為這個川普即將卸任了嘛 這份資料為什麼會提前曝光 要請到庭威兄了 到底他用意何在 但是同時這也是代表美國保證 第一島鏈國家 那當然是不是也包括台灣了 對照道理講的話 美國的這個相關的官方文書 通常在所謂的這個政府卸任之後 大概有30年的保密期間 30年之後才會所謂的解密 然後對外公開 不過這份文件卻是在所謂的 川普即將要卸任之前 連川普都還沒有交棒的情況之下 就先對外公開了 所以這個意海非常重要的原因在於 他釋放的訊息 不是只有對美國自己釋放 他釋放訊息他的聽眾 基本上是亞太的門幫 印太的門幫 然後告訴印太門幫說 為什麼他是這樣的制定戰略 而他另外一個訊息概念 是希望拜登政府 能夠也延續這樣的政策 那主要的內容 其實從這當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就是說面對中共不斷的崛起 中國不斷的崛起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可能會威脅到第一島鏈 甚至造成第一島鏈的民主國家的一個 被所謂的侵略 或者是被嚴重的威脅的情況之下 這個解密檔案出來的 告訴意思就是說 拜登政府你是不是應該也要去承受 所謂的印太戰略這個東西 因為為什麼 比如說像胡錫進好了 胡錫進在這個環球時報 曾經提醒過拜登政府 連拜登都還沒接任 他就告訴拜登政府說 你可以講重返亞太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因為把印度拉進來的話 中國才會害怕 因為印度的人口數是十幾億人口 中國大陸14億人口 印度13億人口 那相對來講的話 印度也會可以形成一個規模經濟 有人說所謂的叫印太戰略 它不單單只是 只有軍事方面的威脅而已 它還有裡面隱含著 所謂的經濟方面的一個 戰術上的一個攻擊的概念 那這個東西 如果拜登政府退縮的話 那不好意思 這個整個亞太門幫體系 可會毀於一旦 所以現在在這種情況之下 這個拜登政府 當然沒有去正面去回應 胡錫進的這些講法 但是胡錫進的講法 或多或少也代表著 中國內部的一些聲音 故意透過胡錫進 釋放訊息給拜登政府 就是說你可以退回到 歐巴馬時代的亞太戰略 重返亞太 但是你就不能講印太戰略 但是這個東西 這個拜登政府會買單嗎 我也不認為說 這個拜登政府會買單 不過他可能換另外一種名稱講 比如說民主同盟 民主聯盟 類似這種東西 然後來對付中國大陸 所以川普政府呢 在這個即將卸任的時候 將這一份印太的戰略呢 提前曝光 是不是也某種意味 代表呢 他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不是外界對於川普說 是瘋狂的 是造勁的 他是經過 整密的一個計劃下來 所以呢 拜登政府 這個即使上台之後 他會改弦跟章嗎 看起來應該是不會 但特別是 中國會如何看淡呢 余將軍怎麼看 因為這個提前解密嘛 胡錫進他也特別說了 中國跟美國之間 可以在台海對決 要把美方打成落水 中國真有這麼大的本事嗎 如果真的可以打的話 早就打了 不會在美國 對他百般羞辱之後 他還是只有胡錫進 這一門口炮在講而已 真正的火炮 早就打過來了 所以就表示 因為他的心裡想 把美國打成落水狗 可是現在如果真的打起來的話 是他自己變成落水狗 所以他當然會擔心 美國有六大艦隊 美國六大艦隊 前面的有三個艦隊 第二第三第四艦隊 是在美國本土 他當然要鞏固 美國本土的安全 但是他的第四 第五 第七 分別在海外 第四艦隊在哪裡 他的基地在巴林 他是要附著北冰洋附近的 那他這個第五艦隊 是在納普勒斯 在意大利地中海這一塊 那真正的第七艦隊 他的範圍多大 半個地球 百分之五十個地球 第七艦隊 他的母港是在橫須賀港 他要向北向南 甚至到南海 甚至到印度洋的邊際 他的真的範圍實在太大 所以為什麼美國海軍 這次有一個動作 就是我要重組第一艦隊 就是第七艦隊實在受不了 因為整個印太戰略 你的以經濟軍事的部分 你的軍事沒有辦法達到平衡 所以美國在這種 這麼狀況的緊急的情況之下 他要重組第一艦隊 所以這絕對不是空穴來風 他是一個積木搭一個積木搭起來的 非常扎實的一套戰略構想 所以胡錫進說 你光把印太戰略聚焦在台海 你會不會覺得你這個蛤蟆的口氣太大了 中國是不是看得太簡單了 中國當然是要話講得滿一點 那最主要是讓內需 所有的內部的宣傳達到非常穩固的目的 我們中國的解放軍非常強大 所以大家不要害怕 越強大表示他越害怕 因為他並沒有那麼強 他當然害怕 而且這次我講 我們中華民國的安全 台灣的安全 自己國家自己救 我們絕對不會把我們的安全 放在日本 放在美國身上 但是因為台灣的安全 間接的我覺得是 就是日本跟美國需要我們 他們需要我們 因為整個第一島鏈 就像我們下圍棋一樣 圍棋有首飾的佈局 有所謂的公式的佈局 那現在印太戰略把第一島鏈 在這攔起來 它不是一個首飾的棋盤 它是一個具備的公式的棋盤 什麼叫公式棋盤 我們下圍棋的時候 可能只是說 求我不要被人家圍 可是有一種圍棋的最高段數 就是我只要動其中的一兩個棋子 我會反首圍公 我會把你圍起來 其實我們現在第一島鏈就有這個狀況 為什麼台灣重要 因為日本也好 向南也好 都是美國有邦交國的盟國 但台灣沒有 台灣是美國的朋友而已 不是盟國 因為是朋友 所以每一次的漢光演習 美國來的棺材都在強調一件事 我要驗證你中華民國 有沒有守衛台灣的決心 我在軍中當了32年的軍人 我就聽了32年這個話 美國不斷在強調這件事 也就是說台灣這塊地方 能不能夠站在自由民主這一塊 對整個自由世界太重要了 你想想看 從我們的花蓮西太平洋 可以一路刷就到夏威夷 那不要說第二島鏈 第二島鏈根本擋不住 第二島鏈是非常薄弱的 所以第一島鏈 現在是從所謂的守勢 變成攻勢的防禦 就是跟夏威夷一樣 所以台灣政府很重要 解放軍真有那麼強嗎 因為最近就傳出解放軍 他們的中印邊界兵 竟然是有配一個自爆的頭盔 前一陣子就有說自爆的背心 那現在又傳出自爆頭盔 清晃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有人就講了 中國在管理軍隊 用這種極端方式 確保不會善離職守 是連他們自己的士兵 都不信任了嗎 這件事情非常的特別 為什麼很特別呢 因為從你剛剛講的 自爆頭盔這件事情 就可以看得出來 中國真的有很多幫忙 在吹牛的人啊 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你看喔 這個時間傳出來說 中國有這個 這個所謂的 自爆頭盔的裝置 而且他還告訴大家說 這個是數位化單兵設備 以後每個士兵呢 他穿上這些設備之後呢 就像在演電影一樣 他的各種的戰績 能夠發揮到最好 然後關鍵來了喔 他們有提到一件事喔 那麼這麼好的設備 如果調到敵軍手上怎麼辦 他告訴你說 我們有自毀裝備 這個自毀設備呢 設在那個士兵的頭盔裡面 當今天呢 這個士兵不信 他被人家俘虜的時候 他為了維持他軍人的尊嚴的話 他可以啟動自毀裝置 但是後面還講了第二條可能性 第二條可能性叫做 當今天這個士兵的長官 他發現說這個士兵 離本來距離要去的區域範圍呢 在地圖上或者在雷達上 顯得太遠的時候 他認為他有脫逃的可能性的時候 他也可以下令摧毀他 當中國自己的媒體評論完一圈 然後大家罵完了一圈之後呢 中國的這個相關的媒體呢 出來做澄清了 出來做什麼澄清呢 來你看 中國的媒體上面寫說 某自媒體造謠 中國單兵作戰系統能一箭自爆 指揮官還可以 直接遙控士兵自毀 他的結論叫做 你比法西斯還狠啊 所以你們中國人自己也知道 這個行為比法西斯還狠啊 有這麼誇張的 然後呢 後面同樣一篇文章再去告訴你說 這個自爆頭盔 是2012年的時候吹的牛 中國有很多的戰狼小粉紅跟軍事迷呢 覺得自己的國家好棒棒 覺得當初在講說 這可以自毀那個頭盔軍事裝置呢 這樣子怎麼會夠呢 所以到最後把它已經衍生成為說 這個裝置只要一啟動 這軍人就可以自爆 完全讓他炸掉 所以呢 這個長官呢 如果覺得士兵超出範圍之外 他也可以讓他自爆 整個就在這些軍事迷跟小粉紅的吹捧之下 這個新聞就從2012年的這樣的一篇 裝置摧毀 變到最後變人體炸彈 所以你就會發現 這就是中國這個社會的現象 就是有這麼一群戰狼小粉紅 整天吹牛吹牛吹牛 到最後呢 吹到連中國的軍方都覺得 我們就不是這樣子啊 再來關心美國駐聯合國大使 克拉福特原定今天 週三要訪問台灣 但是呢 國務院上午宣布 為了確保政權交接順利 取消所有的訪問行程 也包括國務卿蓬佩奧的歐洲行 原定第三訪台的美國駐聯合國大使 克拉福特確定不來了 美國國務院在美東時間12號余關網宣布 為確保政權交接平穩 將取消國務院八天內所有訪問計畫 包括國務卿蓬佩奧的歐洲行 以及克拉福特的台灣行 總統府發出聲明 尊重美國國務院取消出訪決定 對於克拉福特大使 因而無法如期訪台也感到惋惜 期待未來能再適當時機來訪 先前國民黨立委費鴻泰 通罵克拉福特是惡客 請總統馬英九還說沒有意義 如今確定不訪台 不知藍營又要說什麼 覺得可以理解 我們不意外 國務院突然宣布取消所有的訪問 包括蓬佩奧本人 那原本呢 駐聯合國大使克拉福特呢 是要抵達台灣的 那後來也傳出 因為這個消息大家 昨天晚上就傳出了 那後來呢 有傳出呢 他們有這個所謂的航機圖 就是說克拉福特搭乘的這個專機呢 起飛之後四個小時又折返 要請教晃哥了 怎麼會有這個航機圖 這到底是怎麼來的 這個訊息是正確嗎 還是有人在操作呢 這一次國務院是整個取消 他不是只針對台灣 就是他連龐皮歐原本要去比利時 跟歐盟其他國家全部一次取消 那主要就是因為他確保交接順利 因為台灣的觀眾朋友可能對於華府 或者美國現在的狀況不是很清楚 事實上你注意看 連美國很少在公開 針對所謂的政治議題 甚至連軍事議題很少發言 他們的參謀聯席會 台北時間今天早上都發了一個聲明說 軍人的職責就是在捍衛憲法 所以代表什麼 代表說美國國內現在對於 1月20號能不能夠順利交接 或是說這個交接過程當中會不會有什麼狀況 他們其實是有擔心的 所以為什麼國務院會做這樣的決定 大家了解這個背景之後 大概就可以比較理解說 為什麼國務院突然好像很突然決定說 我們所有的出訪全部取消 再來 國務院決定取消之後 其實有透過管道跟我們的政府有先告知說 就取消 而且特別強調說不是針對台灣 跟美中台關係三邊的關係也完全無關 就是純粹就是要完成交接 好 可是這個事情因為事發突然嘛 對 所以就給中國的小粉紅們 跟一些周邊的人呢 他的傳聲筒 香港的南華早報 我就是在說你 他們一個駐華府的記者 就莫名其妙發了一則新聞 就是我們看到這個所謂的航基圖 他這個航基圖 其實內行人一看就知道 這個航基圖完全錯誤 你看這個飛機的起飛地是在哪裡 是在DC耶 克拉夫特根本不在DC啊 克拉夫特在紐約啊 年華國總不在紐約啊 他沒事跑到DC去坐飛機幹什麼 紐約沒有機場嗎 對不對 所以起飛地就錯了 然後再加上 他說飛飛飛 然後在這邊 這邊繞來繞去 繞了三四個小時 然後追回DC 這完全不合理嘛 他是怎樣 是在紐澤西上空做一日遊嗎 再來除了起飛地錯誤之外 再來第二個就是 他描述的機型也不對 因為那個不是他們大使做的專機 那個那家飛機不是 所謂CP40 並不是他們大使做的 再來 他說 他為了要自圓其說 他說為什麼飛機到要去 可能喔 可能飛機上有國務院 其他官員要去其他國家 等於是大家搭順風車的概念 有這樣子的喔 對 問題是 我們都很清楚 從阿薩爾來到這個 Crutch來 因為防疫的關係 所以我們所謂的外交泡泡 很清楚 就是專機 他不可以 中間不可能停任何第三地 他就是起飛 就直接到台北來了 他不會停第三地 因為防疫的關係嘛 所以這個南華早報 這個記者 是駐華府的記者 他發的這樣的稿子 他故意就是說 發這個新聞主要的目的 是想營造一個氣氛 就是說 你看 美國在耍你們台灣啦 就是他騙騙你們 你看你們台灣 有沒有高興什麼 可是你從這個事情也看到 中國對台灣的認知作戰 真的是無孔不入圍 我們稍一不小心就上當 這個事情 你如果沒有去查證 對 你可能就被他糊弄了 你可能因為真的 阿美國人怎麼會這樣 怎麼在那邊繞來繞去 好像是臨時飛機都已經要飛離美國 不能突然被打電話叫回去 你以為是 對岳飛下12道金牌嗎 所以 我覺得這個事情 正好也告訴我們說 中國對台灣的這種假訊息的 以假亂真式的認知作戰 他真的無孔不入 那這件事情當然 哥拉夫特不能來 我們當然覺得有點失望 有點遺憾 但是也沒有關係啦 因為 在同一時間 這個美國也發 我稱他為發布 雖然他是被動的 給澳大利亞廣播電台 那個所謂的印太戰略報告 解密 提早解密 我覺得 其實整體 美國 對台灣的 或是說整個印太地區的戰略 從最近一連串中 看起來 應該是不會有太大的改變 只是說 拜登政府在執行面上 他要怎麼執行 當然他有他的考量 我們都給予尊重 但是其實 大家也不用過於擔心說 台灣好像會被美國放棄 其實並完全沒有這一回事 來 廷文兄 所以呢 克拉夫特這個臨時沒有辦法來 是的確是他們內部事務 也的確是要交接嗎 因為真的 距離也大概20號 也就是下禮拜而已 那是這個 南華早報 這個香港媒體 是故意這樣去釋放那樣的訊息 然後又是打算要破壞台美關係嗎 對 這個 克拉夫特 取消到台灣來訪問的 這個行程 事實上是所有 國務院的官員都取消 不是只有克拉夫特 那南華早報這個訊息 而且是航基圖 我覺得是刻意故意釋放訊息 來擾亂視聽的 那同時間 其實現在小道消息非常多 包含富比士的新聞當中 也有提到說 有可能是因為歐洲的領導人 不願意去見蓬佩奧 所以蓬佩奧就取消 乾脆取消歐洲的行程 都同樣被拒絕 對 蓬佩奧被拒絕 而不是因為克拉夫特的這個問題 那這時候 各種消息全部都有 但是我從這個議題來看的話 我不會從這幾個人取消他的行程 來看這個問題 我比較在意的說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那拜登政府接下來呢 要做什麼事情呢 他能夠做什麼事情呢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蓬佩奧 其實是惹中國非常討厭的一個人 那其實這個中國巴不得 就是希望拜登政府 未來能夠翻轉 所有蓬佩奧的相關政策 那這幾天這個所謂的美國 他不管是國務院 或者是國安會 他釋出這些所謂的解密檔案的 過程當中就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他希望能夠框住 所謂的拜登政府 所以回過頭來 這就是美國內政問題 美國內部的自己本身 不同黨派的這個問題 那原則上來講的話 美國對外的外交跟國防 相對來講 是不應該有所謂的 政黨色彩太過嚴重的 應該都是屬於百partisan 就所謂跨黨派的 那你看到軍方 軍方很清楚 軍方就是效忠國家 軍方沒有效忠什麼 共和黨民主黨 所以你看到現在 即便是接下來 拜登準備主政的時候 在台海附近來講 還是有羅斯福號 航空母艦 還有什麼馬金島 還有什麼美利堅號 等等這些在進行演習 那重點是說 軍方之外的這個外交部門 他可能就是說 因為接下來 假設如果蓬佩奧 到歐洲去訪問的話 那歐洲的領導人 或是政治人物 跟他談的過程當中 是不是真的 就是接下來拜登政府買單了 所以就很多媒體 就在揣測說 那與其這樣的話 很多歐洲國家 事實上是想要跟 拜登政府交往的 那如果推到亞太 這個地方來的話 事實上是不是也有人 推測說 這是中國在暗制當中 去跟拜登政府遊說 由拜登政府 去跟蓬佩奧這邊 這個施壓 然後接下來 就取消這樣的行程 這種小道消息到處都是 到處都有 所以我覺得說 各位觀眾可能 就不需要去在意說 到底它是什麼原因取消的 因為這不是重點 重點在哪裡 就取消之後 對於拜登政府來講的話 因為現在計成事實了 已經取消了 這行程取消之後 接下來拜登政府 怎麼去處理這件事情 怎麼以後會回應這件事情 這才是重點 而回應事情過程當中 就涉及到一個問題 就說拜登要不要延續 所謂的川普政府的對台政策 或是對中政策 對華政策 那這是大家所關心的 所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拜登 從一連串的一些講話當中 當然沒有錯 他現在有很多隱晦 沒有講明白的事情 但是從他的幕僚群 從他的政策過程當中 的確對於中國來講的話 他視為美國 已經把它視為是一個威脅 而中國跟俄羅斯 是一個威脅的情況之下 我相信拜登政府 可能在這個地方 還是會有一些 有所作為的 來來 余將軍來 其實這段時間會 這個Kally Craft 會停止到台灣來訪問 其實我覺得 這是有機可循的 那因為我為什麼說 美國目前他的政局 是有一點點的緊張 因為你可以從這個 美國參謀長聯席會的 主席賣力的發言 可以看得很清楚 他講什麼 他說這個作為軍人 我們必須視 國家的價值和理想 我們支持捍衛憲法 大家覺得這個是 好像沒有什麼嚴重 對不對 我們回憶一下 我們中華民國也發生過 在2000年 陳水扁當選總統的時候 當時的參謀總長 叫湯耀明 湯耀明是一個多不愛講話的人 他平常是不太面對鏡頭 因為他講話有點台灣國語 他不太面對鏡頭 他那一天 召集了所有記者 在這個國防部 他就公然宣布了一件事 中華民國的國際 基於中華民國憲法 無論你會跟你們講 看過這幾天 有所看 有所看 文字偵糊 請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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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離